大家好,欢迎来到智慧书谷,祝大家愉快地聆听每一期的读书内容。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冯唐城市心法》。 如果你不熟悉作者的话,肯定要问,冯唐是何方神圣? 一个作者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书名里,他一定做成过很多事儿吧? 而且,他的心法肯定与众不同吧? 如果你多少了解一点冯唐的话,可能还会问,冯唐不是作家吗? 他有什么诚实心法呢? 没错,冯唐被大众熟知的身份确实是诗人作家。 作为诗人,冯唐最有名的诗句是《春风时里不如你》。 作为作家,冯唐最受欢迎的小说有《万物生长,北京北京,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 这三部作品都被翻拍成了影视作品。 可以说,作为诗人、作家,冯唐是相当成功的。 但说到有没有诚实的能力,冯唐自己也在书里替自己喊冤。 用他的原话说是,别人说冯唐只是一个情色作家,我觉得特别委屈。 我其实一直有个全职的管理工作,我真的是顶尖的管理专家,而且是战略管理专家。 事实确实是这样,而且冯唐的工作经历远不止于此。 2000年,他开始在大名鼎鼎的麦肯锡咨询公司工作,用十年时间干成了麦肯锡的合伙人,之后又进了大兴国企。 开始是在华润集团做幕僚,做战略部总经理,后来创办了华润医疗,之后又在中信资本负责医疗投资,医疗健康投资。 20年的工作经历里,冯唐每周都要工作大约80个小时,所以他不仅是个作家,更是一个工作狂。 成事这个词,我们在生活中并不常用,我们更常说的词是成功。 事业上的成功总是对我们有致命的诱惑力,但我们都知道,成功其实很难,因为它需要的不仅是努力,更需要机会和运气。 越是大的成功,越是这样。 所以,追求成功总是让我们精疲力竭,不得法。 作者冯唐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思路,与其追求成功,不如追求成事,可能反而会离成功更近一些。 因为成功很难复制,但成事也就是把事做成的能力,是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不断修炼的。 这次做不成,通过努力,下次总能做得更好。 所以,与其把事先放在遥远的成功上,倒不如盯住眼前的一件件事,把它做成,日积月累,比较实在。 冯唐《城市心法》这本书,是作者将自己二十年工作中关于城市的所看、所思、所想、提炼所得。 具体说,它的心法来源于三个方面。 第一,麦肯锡方法论。 麦肯锡是世界上最著名最早的一家管理咨询公司。 麦肯锡方法论几乎是职场人必学内容。 世界500强企业的CEO大部分都在麦肯锡工作过。 第二,东方管理学。 冯唐喜欢读曾国藩,读资质通建,从中吸收了不少城市的哲学。 第三,这二十年工作中的管理实践。 吃过的苦,踩过的雷,翻过的山,见识过的人。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本书了解如何城市,以及如何持续不断的城市。 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人能城市? 怎样成为能城市的人? 在大家的印象中,能城市的人往往都有一些共同点, 比如雷厉风行、杀伐决断。 说白了就是,得是个猛人。 这一类猛人确实更容易城市。 但在本书作者看来,猛人也有真猛人和假猛人之分。 千万别做假猛人。 假猛人是不可能真诚实的。 那么,什么是真猛人呢? 首先,你的凶猛要对自己,而不是对别人。 什么叫对自己凶猛? 能战胜自己的弱点和欲望,严格要求自己,这才叫对自己凶猛。 比如说,你生性随意,不喜欢被束缚,只喜欢穿运动装, 但是你要求自己给员工做一个表率。 精神抖擞地来上班,正今未做地谈事情, 于是就强迫自己每天穿正装来上班,日日如此。 这叫对自己凶猛。 再有,不习惯早起,但能天不亮就起来。 不爱吃苦,但能和团队一起干苦活累活,这都叫对自己凶猛。 其次,你的凶猛最好是对事,而不是对人。 尤其是工作中需要大家往前冲打胜仗的时候, 一定要做到事大于人。 比如说,有人犯了错误,咱们能不能先不急着批评惩罚他, 而是先补救事情,保证事情能够顺利推进。 先不争对错,不论功过,把仗打赢了再说。 最后,你要不停地审视自己,不要满足于现状。 假猛人总是夸耀自己很牛, 但真猛人总是如临身渊如履薄冰。 如果这三点还不能帮你判断一个人是真猛人还是假猛人的话, 作者还给了三个问题。 第一,这个人在三十岁之后是否还在坚持学习。 第二,他的体重能否保持在不超过大学毕业时体重的15%到20%。 第三,他是否有好奇心? 如果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是, 那他大概率是个真猛人。 这就是作者提醒我们的第一点, 要想成事就要做真猛人,别做假猛人。 但是话说回来, 要持续地成事一味地猛肯定是不行的。 作者说,做真猛人的同时你还要懂得示弱。 这一点可能比较反直觉, 在我们的印象里, 成功人是向来只展示自己强硬的一面, 即使有难过不安手足无措, 也绝对不会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 但事实上, 从城市的角度来说, 示弱是非常有必要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现代的商业环境本身就是一个高度丰工协作的网络, 一个人再强也不可能凭借一起之力完成一件有商业结果的事。 所以,如果你本身就很强, 同时又能做到示弱, 那么就更容易借助他人的力量和资源高效的成事。 而且,越是强者就越需要示弱, 因为强悍的外表更容易树敌, 示弱才能让你化敌为友。 举个例子, 当一个一贯强势的人突然跟你说, 这件事我不知道怎么选择更好, 需要你的帮助的时候, 你是不是更愿意竭尽所能帮助他呢? 人都是这样, 只向自己最信任的人袒露心声, 借助这种心理, 适当地暴露自己的不足, 就能让你拥有更多同伴。 那你可能会说, 总是示弱, 最后不会显得我真的很弱吗? 当然, 作者不是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要示弱, 示弱也是要选择时机的。 什么时候示弱是对的? 就是当有一件事你很想做, 但是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 精力或者能力资源做, 这时候你就可以通过示弱 来借助别人的力量完成。 在这儿要提醒一句, 强人, 尤其是女强人, 更应该学会示弱。 职场中的女性很容易走入一个极端, 就是我要证明自己很强, 甚至比男性还要强, 所以什么事情都自己做, 什么仗都自己打。 但这样是没必要的, 最终往往把自己逼到了死胡同, 做不到就承认, 就找人帮忙, 无论男女都应该这样做, 没什么丢脸的。 但有人还会说, 我懂得示弱呀, 可这根本不管用, 我经常找人帮忙, 别人要么不愿意, 要么也做不好, 这是怎么回事? 示弱, 其实也是有技巧的。 比如说, 你不能直接跟对方说, 这件事你帮我做吧, 然后你就消失了, 这叫逃避责任, 用大白话讲, 就叫甩锅。 你要时刻关注, 积极参与, 让对方知道, 你依然愿意为这件事负责任, 事如果能做成, 好处双方分, 如果做不成, 责任你愿意扛。 再比如, 找人帮忙的时候, 一定要诚实, 不要找借口, 如果是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找人帮忙, 那就坦诚相告, 自己哪方面欠缺, 需要对方哪方面的能力。 千万不要绕来绕去找借口, 甚至把事情的好处, 描绘得天花乱坠, 诱惑对方帮你做, 大家都是聪明人, 早晚会明白的。 除了要懂得示弱以外, 作者还提到了一点, 比较反直觉, 那就是不要太努力。 不太努力, 才是诚实更正确的态度。 做事难道还能不努力吗? 为什么不让太努力呢?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这句话。 第一, 认命很重要。 曾国藩有一句话, 事功之成否, 人力居其三, 天命居其七。 也就是说, 一件事能不能做成, 人力的影响只占三成, 工作当中也是一样。 大到行业趋势, 竞争态势, 小到团队配合心理状态, 都会影响事情的结果。 相反, 努力并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重要。 第二, 收敛很重要。 太努力的人更容易遭到其他人的抵抗和反感。 作者在书中讲了一个他在麦肯锡的经历。 在麦肯锡, 大家经常讨论问题到很晚, 而且跟我们熟悉的工作风格不太一样。 他们的讨论很直接, 有不同意见的时候, 我就要大声说出我的观点, 努力说服你。 有时候, 讨论会非常激烈, 甚至演变成争论。 有争论, 就难免有输赢。 按理说, 赢家应该是最得意的, 但作者通过观察发现, 无论是谁, 他如果在争论中赢得了胜利, 在之后的三四天甚至几个星期里, 他都会被其他同事冷落, 因为输会让其他人觉得不舒服。 所以, 不要太努力, 太努力会让别人反感。 还有一个例子更好理解, 假设你是供应商, 负责向客户追货款, 一般来讲, 账期是一到三个月, 但你工作尽职尽责, 每天都努力追货款, 结果一个星期就追回来了。 而且, 你每次都能在一周之内追货货款。 长子一网, 你说客户还愿意从你这儿购货吗? 这叫表面上赢得了战斗, 实际上却失去了整个战争。 第三, 缓撑王才是正确的城市态度。 在这个急躁的时代, 无论做什么事都讲究趁早, 赶早不赶晚, 成名要趁早, 但成名真的要趁早吗? 在作者看来, 千万不要着急称王称霸, 因为你很可能没准备好, 在没准备好的情况下, 立山头, 那就是得不配位, 最终不是把自己累倒, 就是被其他人替换掉。 准备好了, 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那你可能会问, 那我还要努力吗? 当然要。 作者有三句话说得特别好, 一, 你可以不屠龙, 但不能不磨剑, 你要时刻准备着你的时机到来。 二, 能打仗, 能立战, 能快跑的时候, 请立战, 快跑, 成事。 三, 要努力获得某个细分领域最多的知识和最高的智慧。 关于一个人怎么成事, 书中的精华部分就给你介绍完了, 但我们前面说过, 在现代社会, 要想成事往往需要团队协作, 尤其是有商业结果的事情。 那什么样的团队能成事, 怎么打造这样的团队呢? 关于团队最重要的, 无非是公司的激励政策或管理者的领导力, 我们先说激励政策的制定。 公司为什么需要政策去激励团队? 因为自上而下的控制是不能长久的, 团队人少的时候, 控制还能发挥一定作用, 一旦规模大了, 就一定会失控。 这时候就需要激励政策, 让团队自身有动力去做事情。 那如何激励呢? 激励方法其实非常简单, 有效的激励手段就三个, 钱、机会和理想。 换个说法就是, 财务激励、 机会激励、 理想激励。 但你可千万别认为, 知道这三个激励手段就大功告成了, 实操的时候很容易犯错误, 而且这种错误成本很高, 一旦出现, 最终可能就是人财两空。 那, 我们在激励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呢? 财务激励。 一把手一定要舍得出钱, 而且发钱的时候一定不能搞平均主义。 都有激励就相当于没有激励。 另外要注意一点, 那就是激励一定要和战略挂钩。 这一点听上去很简单, 但是很多企业在实操的时候就忘了。 要么就是定了战略, 但激励没跟上, 还是原来那一套。 要么就是做激励计划的时候, 就把战略抛在脑后了, 定了另一套目标。 战略和激励两层皮, 想达成战略就难了。 再说机会激励。 既然是激励, 就不要只把机会给那些能力已经高于机会的人, 要大胆给年轻人机会, 要大胆给新人机会。 这里的新人不仅指新入职场的人, 更指即将踏入陌生领域的人。 我们在给机会的时候, 通常会担心, 这个人虽然以往工作能力很强, 但这件事他没有做过, 这个领域他没有碰过, 能不能行。 你要相信, 只要他有学习能力, 有基本的常识, 打赢过仗, 带过队伍, 大概率就能行。 用作者的原话说, 能卖以保水的人去买啤酒, 也不见得差多少。 他能卖啤酒, 就可能能做水泥。 做水泥的, 有可能能去发电, 能发电的, 有可能能去仿石。 再说理想激励。 理想这个词现在有点被说烂了, 它的另一种说法叫梦想。 你有什么梦想? 现在都已经成为了一种细腻的说法, 那理想还能不能激励人呢? 当然呢, 被说烂了, 恰恰说明大家对这个词是有反应的。 有心之人才会反复利用这个词。 所以, 管理者自己不要嫌烦, 一定要讲。 讲清楚公司的理想和愿景, 讲公司存在的意义, 哪怕周围人已经听了几十遍也要讲。 作者说, 你要说到你提第一句, 大家能说到第十句的程度才行。 说完了激励政策, 我们来看看大家都很关心的领导力。 作者是怎么说的? 我们热衷于讨论领导力, 是因为每个人都太想拥有这种神奇的魔力了。 不仅工作中需要领导力, 生活中也一样能吃到领导力的红利。 毕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所以, 社会学家研究领导力, 商学院研究领导力, 政治学家也研究领导力。 我们每个也或多或少地学过如何提升领导力, 那究竟什么是领导力呢? 当然, 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作者提出了他的观点, 他认为, 引领众人去一个未知地方的能力, 就是终极领导力。 而判断一个人是否有领导力的标准, 就是他能否成事, 能否多成事, 能否持续多成事。 那么, 具体来讲, 一个好的领导要具备哪些能力呢? 作者说, 在中小型公司, 领导力的构成就三个方面, 抓大放小, 容忍, 定方向。 简单展开讲就是不要什么事都自己做, 对团队包容, 以及给团队指出并坚持一个确定的方向。 如果公司发展壮大, 规模尽千人了, 那这三点就不够用了。 作为管理者, 尤其是CEO, 就要重点做这三件事, 定方向, 找人, 找钱。 这三点很好理解, 咱们就不展开了。 接下来重点说说如何修炼终极领导力。 作者以自己为例, 给我们讲了他是如何修炼领导力的。 回过头来看, 作者修炼领导力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作又名激励阶段。 曾国藩有一句话, 大处着眼, 小处着手, 群居守口, 独居守心。 作者说, 就靠着这句话的指导, 他在麦肯锡做了十年的战略规划, 没出过什么大问题。 还有一句话是孙中山说的, 福天下之事, 其不如仁义者, 故时长八九。 总在能坚忍耐烦, 劳远不必, 奈能弃余有成。 天下不如意的事, 使之八九, 要懂得忍耐, 吃苦耐劳, 才能有所成就。 作者说, 他在创建华润医疗的时候, 吃了很多苦, 都是靠这句话称起来的。 在这个阶段, 他把这些座右铭挂在墙上, 天天激励自己。 人在四十岁之前, 靠自我激励, 确实能成就一些事情, 但四十岁之后, 很多事情就变了, 比如身体状况, 睡眠状况, 这时候总是激励自己, 就会过度消耗。 所以, 作者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自我怀疑阶段。 他说, 自己十次做梦, 两次梦见如离深渊如履薄冰, 五次梦见一颗巨大的议题树, 需要帮助客户厘清问题的核心。 还有一次是梦见高考, 一路赶到考场却没带准考证, 这样下去恐怕人都熬坏了, 他意识到不能再按座右铭去活了。 接下来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作者痛定思痛给自己写下了九个字, 不着急, 不害怕, 不要脸。 不着急是对时间的态度, 该做的努力都做了, 剩下的就是耐心等待, 就好像播种之后, 你要耐心等得发芽。 不害怕是对结果的态度, 其实担心害怕是最无用的, 要相信努力了, 大概率就会有好的结果, 即使事与愿违, 也不至于走到绝路, 从头再来就是了。 不要脸是对别人评论的态度, 心理学研究表明, 自责, 后悔, 惭愧是负能量等级最高的情绪, 所以一定要学会安慰自己, 我已经尽力了, 别人说什么随他去吧, 这就是作者关于领导力的思考。 但我们知道, 具体到做事上, 可不是有了对的激励政策和好的领导, 就万事大吉了, 我们面对的更多的不确定性, 模糊性, 比如, 每个人都是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 包括我们自己, 我们在打了胜仗和打了败仗之后, 状态肯定是不同的, 团队也是一样, 一开始跟你吃过苦的队友, 未必能跟你一起享受成功。 再比如, 事情本身的不确定性也很强, 对这件事有效的做法, 挪到另一件事上就不行, 这是非常常见的。 人也是不确定的, 事也是不确定的, 那还怎么成事呢? 我们只能尽量把对的人安排到对的事上, 这样事才能更容易做成, 人也能更快成长。 为了在模糊中找到精确, 作者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框架, 华润成功五要素。 华润集团的业务很复杂, 可以说除了军火和娱乐, 什么都做, 从水泥、电力到住宅, 从零售啤酒到水, 那华润是怎么管理这些复杂和不确定性, 还能保证在各个行业都做到潜力的? 这就要说到华润的一个商业模型, 华润成功五要素。 这五要素分别是, 一,选一个好的CEO, 好的一把手。 二,为他配一个能够跟他共同工作, 又能跟他形成互补的合金团队。 三,CEO,团队, 相关人员一起制定出一个制胜的扎实的战略。 四,确定战略激励方案。 五,在战略执行过程中建立防火强护成河, 建立这个机构本身特有的竞争力。 下面我们一个一个展开说, 这五要素当中最难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条, 选一个好的CEO。 我们知道, 通过一个人的学历工作经历很难确定一个人的能力, 好学校也会出笨蛋, 大公司也会培养出不会做事的人, 那么怎么判断一个人能不能胜任呢? 作者说, 一看脑子, 看他是不是有结构化思维, 二看嘴, 能想清楚能不能说清楚, 三看他是不是能做出符合常识的正确判断, 最后再看看给人的整体感觉看上去体面舒服的人, 在做事的时候确实更容易得到支持。 第二条, 选出CEO之后, 为他配一个互补的核心团队, 作者说, 在配团队的时候, 最细会的就是把两个能力圈相似的人放在一起, 不仅难尝试, 他们之间也很难相处。 正确的做法是, 如果CEO擅长做判断, 看大局, 那就要给他配能把握细节的人。 如果CEO杀伐决断, 那就要给他配有耐心, 能提供情绪价值, 照顾队友的人。 第三条, 制定出制胜的扎实的战略。 在战略规划中, 处理模糊性的关键就是用动态的眼光去做规划, 往后要看到过去五年到十年, 往前要看到未来五到十年。 作者给我们列出了几个问题, 在制定战略规划的时候可以问自己, 未来五年十年市场会有什么巨大变化? 你的竞争对手可能有什么最重要的变化? 在你从事的领域, 科技会有什么样的重大变化? 你的行业的商业模式可能有哪些最重要的变化? 基于对这几个问题的思考, 还可以进一步问自己, 如果出现这些变化, 你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需要什么样的能力? 这些能力你现在的团队具备不具备? 如果不具备, 你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什么时间去补充? 第四条, 确定战略激励方案 这一点前面说过了, 在这儿就不展开了。 第五条, 建立防火墙护长河 说白了就是给团队建立核心竞争力, 任何能力都可以是团队的核心竞争力, 比如产品开发能力, 营销整合能力等, 但一定要注意, 个人能力不是组织能力, 我们讲的防火墙护长河 一定得是组织能力, 就是一两个人走了之后, 团队也不会受影响的能力。 这就是成就了华润的成功五要素, 包括华润成功五要素, 要做真猛人, 要懂得示弱等等这些原则在内, 作者用70篇文字讲了他的城市经验, 每一篇都是一条心法, 在这无法一一展开, 如果感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翻翻这本书。 好, 这本《冯唐城市心法》就为你解读到这里。